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栏目 这一期视频主要跟大家聊一下宝马5系选哪款最值 那上来我就给大家推荐的是 售价为46.69万元的宝马530LI领先版本车型 那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价格方面的问题了 对吧 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实地的探店 接下来就可以听一下销售目前能给到最大的优惠 还有说整个车办下来到底多少钱 车能优惠多少钱呢 现在车能给你优惠到8个点 如果您做分期过车 就是换个情况下 其中的品牌都会给您什么败多优惠一个点 就是全款的话会优惠少一点 这个东西 这个是落地49万8582元 就优惠完了是我车价是42万9 对42万9 加上保险加上税加上驿车加13,800的装饰 这13,800的装饰都有 有一个斯沃德的美国净事专 加上一个脚垫 加上一个车身度膜再加一个内置除蚤 那是贷款呢 分期首预费是3%的地方 20万就是6000 首付50%您总贷款呢 就是贷款的首付是1818 然后是226174 那利率为4.88 这是两年 然后分期首预费 本能算的点是等于6000块钱 然后您月供 月还99510块钱零 4毛2 然后总利息是11676 那车价能优惠多少 这就是给您按照8点里算的融合 就是最低限的 如果做分期的话还能算一个优惠元点 就是9个点 9个点就是说您这车不是466,900吗 优惠一个4669 那这个分期落地基本多少钱 你帮我算一下等下 11万 这红卫士车多吗 那还行 没有东的多 那我要选这无瑶新入的话 是得等车吗 那你加购 加购呢 看会有无瑶数多 我们从录音中听到 销售给的价格530L领先版这个车型 如果您要是全款买它 办完了基本上在50万左右 如果说贷款的话 那可能要贵出了1万多块钱吧 而且我跟销售聊的过程中呢 发现他们还可以赠送您5年 还有10万公里这个基础保养的保养件 也就是跟我之前买车那个政策 其实是一样的啊 那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预算能力的话 还是全款去买这个车吧 如果说您要做一些分期啊 还有说您要拿这个钱去做投资啊 或者怎么样的 我觉得反正都一样 看大家的实力而已 我反正我个人是比较推荐 大家全款去买啊 因为毕竟还要贵出了1万多的这个价格 还是挺不划算的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下 我为什么推荐530Li领先这个车型啊 那我觉得首要的就是它整个的放机功率 要比525高出一些啊 我觉得这个是你买回去之后 可能放机这方面你是没有办法进行升级的 对吧 你不像有的配置说不要进入啊 我回去安一下就好了 要注意的是530Li领先M运动 是不配有无妖进入的 它那个豪华套装是配有的啊 所以说您要是看着无妖进入了 它可能选择豪华套装就更好一些了 那你像其他方面的配置啊 什么电动后备箱啊 自动后视镜加热啊 什么内后视镜的这个防旋幕功能啊 等等吧 这些配置还真的很丰富 我觉得满足大家日常使用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而且在驾驶方面你看还有配有了宝马经典的丁字库方向盘 对吧 M运动车型 还有方向盘的换档拨片 我觉得这些都是OK的 再加上现在宝马最新的iDrive 7操作系统 让你车内整个的互联啊 还有整个的OTA升级啊 都是非常便捷的 而且我觉得530Li领先啊 这个配置是吧 日常使用是足够的 如果说您是一些极端的天气警官家 比如说在东北啊 或者说常年下雪啊 那我建议您可以上一个530 那个XDrive四驱版本啊 毕竟是吧 一个后驱车 您要是大下雪天什么的 确实还不是挺方便的 那其次推荐的是什么呢 就是525的Li豪华版 它的官方指导价是42.69万元 其实它整个的标配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你像是21款的5系啊 什么主动的进气格栅啊 电动天窗啊 LED的远距光灯啊等等吧 反正大家基本上能常常用到的这些配置 或者说主被动的这些配置都配给你了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除了说有的它可能低配车型没有无药进入啊 这个配置我觉得稍稍有一点寒酸了 或者说没有座椅的加热等等吧 那我觉得如果说您真的不在乎动力啊 就是说不在乎这几十匹马力 那可能525这个车型就也挺适合你的 毕竟这个价格也会更便宜对吧 那其他方面我觉得宝马这个品牌带来的附加值啊 还有说整个这一代产品 它整个的均衡性 我觉得是在奥迪A6L还有奔驰一级 这三台车里边 它是最平衡的那一个啊 这三台车我也都试驾过了 而且它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 那接下来就除了这两款车型之外呢 再跟大家聊一下整个宝马5系 它的保值率啊 油耗啊 还有保养费用方面这些问题吧 这些可能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了啊 那其中宝马5系的五年保值率分别为 72.1% 64.9% 58.3% 还有51.9% 最后一年第五年是45% 它这个保值率水平是在中大型车中排名第一啊 No.1 这个还是真的很好 也就是说您花可能花同样价格买一台武器 或者说您买了一台E级 到时候在卖的时候 这个武器能给到您更高的价格 这个还是挺划算 在换车的时候比较有用 那它油耗方面呢 我通过小熊油耗这个APP啊 查到了宝马5系530 这个版本的车型 它油耗平均在9.77升 那525它的平均油耗在9.54升 那其实两者相差的并不是很多啊 而且这个实际油耗也是非常准的 是根据了很多车友提供的这么一个情报来进行汇总的 而且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宝马X3 28i版本车型 它整体的油耗基本上就在9 我觉得这个油耗方面 这么大的一台车 而且又是2.0T的高功率 做到9.7 9.8 9.5 是完全OK的一个正常水平啊 那保养费用呢 它的小保养的费用基本上在1300左右 而必保养也就是大家可能2万啊 或者在网上啊 这种保养的费用价格在3000元左右啊 而且在前面我也提到过说 您购车的时候还可以跟他谈什么5年10万公里的保养件或者怎么样的 对吧 如果说真正优惠下来 你像我那个车啊 它基本优惠下来的小保养 基本也就在七八百左右 而必保啊 必保也就是说 看您到底您需要做哪个项目 价格也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保养水平在BBA这三个品牌中属于一个正常的水平吧 就完全可以接受的啊 那关于这期宝马5系的视频呢 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